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医管局去年7月底开始 为新冠患者提供遥距诊症 直至1月底半年间 已经有近21万人次用过 但其实早在疫情之前 医管局已经推出先度计划 给长期病患者复诊 未来可以如何进一步 发展遥距医疗呢 今年65岁的郑太 以往一直又在公立医院复诊 经常都会用医管局应用程式 他在去年确诊新冠病毒 亦曾经透过HA膏 首次在家用摇 他医疗提医生 第二天已经收到药 大概10点多钟 有姑娘回复我 医生约1点钟 和我视像查症 我觉得方便 医生可以在电话里看到 还有文证方面都很清晰 医生里面的网里面可以很清楚 知道我的病 在吃着我什么药 还有他问我的事 我所需要的药物 全部都提供到充足的 郑太的妈妈今年89岁 有高血压 行动不变等等 但是病情稳定 他希望未来都可以用摇拒诊诊 为妈妈定期复诊 我陪妈妈去看 要她和面对面的医生 没什么分别 因为如果她真的没事 医生同样让她用同样的分量 同样的药 只不过医生去见一见 妈妈和医生聊天 跟在视像里面聊天没什么分别 有些老人家是喜欢见医生聊天 你说面对面 视像都可以看得很真 只不过不是一个真人版 以往妈妈复诊 郑太太都要请半日家来陪她 她相信遥拐诊诊 也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因为如果阶症的药 是很快就悶了 你要亲身和她去健康院 去排去拿药 那真的会隆隆到 如果你说叫她不舒服 血压高 没走到下去就已经更加高了 照顾者的话 就方便我们约时间 大家夹了 可以回家和妈妈看 老人家不需要周居劳动 岑康远在柴湾开中医诊所 去年开始提供遥拐医疗服务 他说疫情前 外国已经开始广泛应用遥拐医疗 认为今次疫情 帮手推动了本港遥拐医疗发展 因为香港地理环境小一点 人口密集一点 相对之下 跟外国比 大家都容易一些 去接受到医疗服务 香港一直都很难推行 遥拐医疗服务 但因为疫情此下 大家都寻在家 没那么容易可以出到街 所以就令到大家都开始 多了使用遥拐医疗服务 本港爆发第五波疫情的时候 岑康远开始为老人家提供医疗支援 包括教老人家学遥拐医疗 亦都在社区中心提供 线上就医设备和配套等等 特别是一些行动很不方便 那些长者 其实他们不可以在楼下就近的地方 去接受到医疗服务 要他们跨穿 或者再搭车去一些远的地方 其实是很吃力的 要他们走过来15分钟的暴情 我们走15分钟都OK的 但是要那些长者 大部分的膝头痛 要他们这样走一条大斜路 其实真的很困难 但是如果用医疗医疗服务 是真的可以大大改善到这个情况 他留意到就算疫情减退 不少长者都愿意继续使用医疗 学完之后应用到 他们自然觉得应用到 真的帮到他 他真的会长期继续去应用 区间路这个 是不是可以应用多些 医疗服务 现在政府又在做地区看见中心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基建 去建立一个遥拒医疗的支援点 我们再做一些遥拒医疗的服务 就可以更加接触到 这些有需要的长者 但是上个礼拜一 当局撤销隔离令 同日医管局也都停止 为新冠病人提供遥拒医疗服务 医管局说 取消新冠病人的遥拒医疗服务 有助腾胸人手 等医生面对面见到病人 了解病史和临床评估 伤口有没有什么变化 有没有肾液那些 有没有吹血 暂时都没有 没有啊 疫情期间 不少私营医疗机构 都开始引入遥拒医疗 这一日 施家医生郭宝言 就透过遥拒诊证 唯一一个上个月完成 胆囊撤除手术的病人诊证 看过伤口之后 他将资料入到电脑系统 再选择药物 护士和药房 就会根据资料配药 郭宝言说 他们的集团 未来都会继续用遥拒医疗 因为过去疫情期间 这个程序都做了很多 非常之流畅 所以这个系统应该是 well test 或者那个病人有些急事 突然间要找个医生 要他医疗帮得到 你不用预约我 明天在哪里见到你 可能大家不方便 这个帮得到很多 但是要小心 但是小心不等于不做 就是要小心去做 他说疫情期间 累积了不少经验 认为很多慢性病患者 都适合利用遥拒医疗 就算他在家居隔 譬如说一些量血压 就很普遍了 或者其他 现在的血氧界都还有 都可以在家里验验到 所以这些监测病人的仪器 如果在家里已经有的时候 他就产生一些 对于病的资讯 如果是能够做远程医疗 那医生不需要去到 他家里看他 或者病人来到医务所 都可以监测到病人 至于会不会花多了人手 处理遥距医疗诊症呢 郭宝言说 他们引入遥距医疗初期 的确要特别为员工安排课程 但是长远对人手没什么影响 因为那个复杂性不会很大 大家现在都很懂得利用 现在的电子科技 大家都有个电话 根本是一个电脑 他按按键 怎样去下载软件来用 其实都很容易的 不是需要很多人手去做的 但是那个程序呢 我们要确立 确立到一个适当的程序 能够保障到大家 病人方面 医生方面 那些私隐 那些资讯 也都知道他是同意这件事 医委会在2019年已经推出 遥距医疗实务道德规范指引 但是有立法会议员说 错时仍然缺乏执行细节 加上保险不涵盖 令到不少私家医生和病人却步 但是疫情已经为遥距医疗的发展 打好基础 过去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政府都发展了我们的遥距诊症 而在各方面 无论是软件方面或者硬件方面 都是有很大的投入 而现在是很好的契机来去继续发展 令到我们的遥距诊症服务 在香港得以恒常化服务我们的市民 如果我们突然走回头路的话 是不理想 早在2019年底 医冠局已经推出遥距医疗先度计划 邀请病情稳定的专科病人参与 包括内科、劳科等病人 两年间服务超过2万人次 梁希希望当局可以进一步扩大计划 服务更多跨专科病人 过去两年其实复诊的人士是1400万人 所以在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增加 这个额度 有效是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是减低或者缩减专科门诊的轮后时间 现在我们专科门诊轮后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而当中其实我们整个公营的医疗体系 去应付一些病人 有九成的都是去复诊 若然我们可以在这个复诊 分留一些去做遥距诊症的话 就可以减低我们整体新症的轮后时间了 医管局回应说 遥距医疗是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已经在不同专科门诊和外展服务等引入遥距医疗 未来也会研究不同的措施 配合和推广遥距医疗 例如是推行电子病假证明书 提升药物送帝服务等等 时事多面看今集时间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我是彭建华 纪录片《纪十九岁的我》 由于有设访者不同意公映 即开始暂停放映 导演张远婷自怯 教育局和私人专员公署也都说关注事件 纪十九岁的我记录英华女学校 六个2011年入学的学生 经历学校重建十年间的成长生活 获电影评论学会最佳电影大奖 电影员先在校内放映 但是校方和制作单位随后公映引起争议 除了一个受访者说不同意公映 再多一个受访者说 以为所有受访者都同意公映 才签同意书 校方说公映带来负面影响 会继续关心受影响的同学 同导演、校董会达成共识暂停公映 以理清问题和商讨合适处理方法 导演张远廷说 做事要兼扶法、理、情 不应该以法脅迫同学 在情上也都承认有不足 至于会不会删除相关片段再上映 张远廷说要研究 电影也播出单车运动员李慧斯受访的片段 李慧斯声称没有印象同意 以将访问用作纪录片和公映 张远廷说访问由领队安排 如果李慧斯不知情 可以致电他道歉 有学者认为李慧斯作为公众人物 接受访问预了要播出街 但在公映之前应该要拿到对方同意 教育局说一直提醒学校处理学生个人资料的时候 必须确保收集资料的目的和方式 符合私隐条例的规定 会跟进事件发展 私隐专员公署也说 关注事件已经主动联络有关学校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不道 消费会去年接获投诉重上3万宗 主要涉及网救 而疫情下涉及外卖平台 和检疫酒店投诉也有上升 消费会去年接获的投诉 按年上升1成2 涉及金额超过10亿 疫情下越来越多人网救 相关投诉超过1万宗 按年增加超过7成 涉及金额超过3600万 但当局要跟进都有难度 消费者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不是很多 譬如他们有没有单据 有没有时间 细节等等那些细节 如果提供不到给我们的话 其实我们很想帮他们的话 都未必可以真的帮到他们 在有关食肆和娱乐服务的投诉 由前年在投诉榜的第四位 升到第一位 由3128宗 另外外卖平台投诉 由2020年的423宗 升到去年1,253宗 最长的言误 涉及晚上9点落单之后 第二日才送到 投诉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是辞送了 或者是miss了order 但是因为可能听电话 或者那个system本身 突然间会出现一些 不妥当的东西 很多时候经过调停 你发觉商户 发觉因为在某种情况下 突然间很不幸出现了 那就不关是说他刑伤的手法 或者是特意去骗人 市委会也发现 涉及检疫酒店的投诉 随着政府防疫政策变动而增加 升幅达到173% 有个案最长延迟6个月才获得退款 无线电视记者南君瑞不斗 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沙特阿拉伯访问 李家超在一个展览上发表演说 主题是香港如何促进创新科技发展 沙特近年积极发展金融科技 提出经济转型 李家超会参观当地科技发展 和终止云端机构的摊位 之后会转到第二站 阿联由阿布扎比继续中东之行 美国海军继续在南卡罗良纳州 对开海面打撓被美军击落的 中国气球残骑 预料相似几日 在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向美国驻华市管负责人 提出严性交涉 外交部发言人说 美方应该以非武力方式妥善处理 在美冠南卡罗良纳州 鄰近北麦特尔海滩 有民众影响 相信是美军打撓到的中国气球残骑 气球呈白色 用小艇带到岸上 国防部未有确认相关片段 美军是在当地星期六下午 出动F22战机 在南卡罗良纳州沿岸对开 将中国气球击落 美军和海岸防卫队舰艇 到附近海域打撓残骑 当局说 气球碎片散布大约11公里范围 落入14米深海中 较预期浅 预料碎时几日打撓 之后会送到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分析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 处理今次事件手法 惹来多个共和党人评激 质疑他应对泰民 认为是向中国示弱 当地传媒报道 拜登政府上个月28号 首次在阿拉斯加州附近 发现有中国气球 气球飞越加拿大领空 由北部再次进入美国领空 经蒙大拿、怀俄明、坎萨斯、密苏里州 再飞到北卡和南卡州 据报图中经过多个敏感军事设施 到上星期三拜登听取国防部意见后 决定击落气球 共和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认为 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气球进入美国 又以美式足球赛事比喻 批评拜登政府行动太迟 在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谢芳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证交涉 敦促美方不得采取进一步行动损害中方利益 不得升级扩大紧张局势 中方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 对于事件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 今次完全是意外嘔发事件 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 此次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意外偶发事件 但考验的是美方对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以及处理危机的方式 美方应当同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 避免误解误判破坏彼此乎行 至于美方早前话 在拉丁美洲上空发现另一个气球 外交部发言人说 经了解核实 有关无人飞艇来自中国 属民用性质 用于飞行试验 受气候影响和自身控制能力有限 飞艇严重偏离预定路线 不入拉美和加勒比上空 已和有关各方通报 无线电视记者 风一鸣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本港时间 星期三早上发表国情之文 当地传媒报道 拜登计划透过演说 向民众展示自己有能力连任 但美联社的最新民意调查址 只有不够四成民主党人 希望拜登寻求连任 即将发表新一份国情之文 美国总统拜登会不会表态 争取连任继续是焦点 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 上个月26到30号 访问了1068人 只有37%的民主党人 支持拜登争取连任 比去年中期选举前的52%大幅下跌 不分党籍总体来计 每五个美国人只有一个人 支持今年底就满81岁的拜登寻求连任 至于拜登的工作表现 大约四成受访者认同他升任总统 而认同美国正在朝政各方向前进的 就只有两成半人 这两项数字都跟去年底调查的时候差不多 有白宫人士透露 拜登新一份国情之文 将会强调他的施政成果 包括美国经济 较特朗普时期改善 美国也重新强化和各国的联盟关系 随着政治两极化和新闻碎片化 近年美国人对总统发表 国情之文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但去年仍然有16间的传媒直播 一共3800万人收看 分析相信拜登团队将会把握 国情之文的机会 反击外界的各种质疑 母线电视记者收视频报道 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 政府说各口岸过关上神 浪漫村黄岗24小时通关 不过旅客批评黄巴的态索 大家好,我是麦斯文 土耳其中部本港时间挨弯 再发生雷克特制7.6级地震 而早前南部近敘利亚的边境 发生的7.8级大地震 两国争治超过1700人死亡 几千人受伤 镇央附近的多个省也都选威严重 在迪亚巴赫尔和马拉等亚 就有最少过8栋建筑物倒塌 不少人冒着严寒疏散到户外 在加济安泰普 一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堡 也都严重受损 地震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17分发生 镇央在土耳其南部加济安泰普附近 强度达到7.8级 震源深度大约18公里 其后发生至少20次余震 救援人员继续加紧搜索生还者 不少人被困牙匿 当局不排除死伤数字会再上升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调派救援队影前往灾区 并且同8个受灾省份的省长通电话了解情况 相关机构说国内一座正兴建中的核电厂 以及连接伊拉克的输油管 在地震中并没有受损 来政部长索伊劳就说 已经向多个地区发出最高级别警告 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美国和以色列都说会提供援助 至于伦国敘利亚也都死伤严重 包括阿拉伯等多处都有建筑物倒塌 救援人员从哪里中救出一个小朋友 在大马市甲就有居民漏夜驾车离开 泥巴乱以及埃及的开罗也都感到震动 意大利就一度发出海啸警告 土耳其为要活的地震带 2011年东部繁散发生过7.2级地震 造成600多人死亡 香港和内地即是起全面通关 楼湖和洛马州皇冈口岸重开 同时开启联堂乡原围客棍口岸 当局说运作暢顺 直至下周八点有24万多人次出入境 当作54000多人次在京落湖 在港铁红磡站有市民一早来到 搭东铁头版车到落湖 本班列车将已落湖 纯粹站面非常不少的市民 在陆景前已在月台等车 这年没回来 我打算第一班就回去 很开心 没分了 惯着想看看孙女 回来谈谈家人 有多久没见? 四年多了 很开心 很开心 他想见到哪个? 我妈那些 很开心 这是东铁线的尾站 请记得带走你的行李 第一班车6点钟抵达楼湖站 关口都未开 近100名的旅客等到6点25分 才出门进入离境大堂 市民在口岸开放的时候 就可以随时过关 但就要留意 如果7日之内曾经逗留过在海外地区 过关的时候 就必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入境处家派人员提醒市民 准备口健康申报的二维码 有老人家不懂得用手机 差点要接返 有工作人员协助 拍照拍照拍回乡席 有筋有据 可以过了 就是百事特办 现在又要做建议三部 现在不知道找谁做 又过不了关 起码每个小时 怎么办 没人理也没人理 保安局局长邓鼎弗 到家开的三个口岸视察 形容操作正常 虽然创信 我们明白到 长者在内地的健康申报 可能会有些困难 我们也跟内地方面 是相讨着 当然是怎样可以简化 或者令到 在这个申报更加创信 有两人社区全面通关 第一天出团到内地 更加出动十几个员工迎班 不少都是旧客 很兴奋 可以回来见到老友记 由于口岸封了不少地方 要搭旅游巴 老友记都要考下脚骨力 三日两夜的佛山团可以出发 在深圳关口里面 天微光已经有大约80人 在联点大南外面等 当中不少是跨境学生 有中一学生就说 小学四年级之后 都没有再去过香港上堂 很紧张也很兴奋 很杂乱的感情 也有人要赶到香港办证件 想早点过去吧 怕耽误 因为疫情三年都没过去办证 小孩很多证件都过去了 受到疫情影响 洛湖口岸由2020年2月4号开始 暂停通关至今 无线电视记者吴亚宣 以往是深圳一方的罗湖 最一是交通交汇处 也是消费休闲集中地 三年以来有什么改变呢 记者刘俊玉去看过 本台坐头班车去到罗湖站 由出闸去到过关 只用了大约15分钟 就抵达深圳罗湖口岸大楼 跟疫情之前一样 可以去到鄰近的罗湖汽车站 转乘长途巴士去到中山 新门等等 要去到深圳市内其他地方就可以坐地铁 又或者转乘广深城制直通车 不过列车不再直达广州东 大部分站站停经过张木头 常平东莞等等 另一样不习惯的可能是再没有实体车飞 直接用港澳通行政入閘 2500组通车装这个1900台 现在要内地的就是问题 好的交易码方法 要来寻下方先贰到道 这是一关最麻烦的 路线不同了 以前我们要一直下来 接触关在这边前来 以往出罗湖口岸 周围都有不少的餐厅和食肆 可以被人坐下吃食物 但今日近乎九成的店铺都没有开 我们要买一支饮品去解渴 都走了至少五分钟 才找到店铺买得到 这间便利店三年来第一日营业 三年就到外面做做监职 今天就因为香港生意三年来了 终于开关了 所以我们就想着今天开关 希望接下来生意越来越好 口岸的电讯商店 人多到要在店外等候 职员更加要在店外加开柜台 香港的用户的话 更多的是他们对一些好卡的需求 为我们香港的用户做一个高品质的服务 我们做大量的准备 楼上的罗湖商业城挂了直翻迎分 不过早早人不多 也都只是得寥寥可数的商店开门 香港人喜欢去的茶楼都没有开门 开门营业的店铺就对人流充满信心 我们这里全部都是香港的数学仔 我们都很喜欢他们 很有灵情味 他想来玩多些 深圳上去香港过来 多交流 多交通大家多点消费 这样大家都会好起来 至于罗湖口岸交通楼暂停使用 的士站落下区也都没有开放 即是作停车场的用途 母线自己在深圳报道 24小时开放的洛瓦州黄江口岸 凌晨率先迎接旅客 有过关人士批评黄巴的班次梭落 班次迎办商说截至下午4点 北上和淡瓦一共开出75班车 在下约1900人次 认为会案需要加密班次 叶子华在深深不得 阔别三年 不少旅客凌晨到新田交回处 等候黄巴士 抢先到洛瓦州黄江口岸过关 就是想要感受这种 无拘无束的感觉 又不用核酸 又不用做检测 什么都不用 洛瓦州黄江口岸 是港深唯一24小时运作的陆路口岸 凌晨凌时率先全面 通关 过关流程畅顺 五分钟就过到关 但之后等去内地的黄巴士 人流众多 等了近一个小时才上到车 到早上乘黄巴的人不算多 黄巴现时每半小时一班车 车费十元 新增支付宝的电子支付 有乘客觉得班次比以前疏 想着过去就是黄江 谁知道这里的车这么疏 以前五分钟就有了 两三分钟就有了 现在要等半个小时你看看 黄巴士刑办商新香港巴士表示 会密切留意乘客变化 按需要增加班次 这条商业街距离黄江口岸 只有五分钟的车程 在附近的萧显旺区 有餐厅说预计全面通关后 生意会多一至两成 无线电视记者叶梓华在深圳报导 电视镇回来回报导 香港马拉松星日夜举行 爆手无需做检测和打齐针 参赛时可以脱口罩 北京近年鼓励转用新能源汽车 但充电问题始终是不少司机的烦恼 回来新闻时间 香港马拉松星期日举行 因应防疫措施已经放斑 爆手无需做检测和打齐针 参赛期间亦都可以脱口罩 而全港多区由星期六晚开始会陆续封路 撤销大部分防疫措施之后 第一场大型体育城市 香港马拉松将会有三万七千人参加 今年全马和半马将会由尖沙咀尼敦道出发 10公里比赛和轮椅赛就分别由东区走廊 和湾仔运动场出发 所有比赛的终点都是设在维多利亚公园 因应最新的防疫措施 所有跑手可以一起出发 不用采用流水式起步 跑手也都不再需要打齐新冠疫苗 不用做检测 仍然维持的就只有口罩铃 但比赛期间可以脱下口罩 如果跑手确诊还可不可以落场呢 身体不适 无论是上呼吸度感染也好 或者甚至是新冠病毒的确诊 都希望他都是资讯自己家庭医生 或者医生的意见 如果真的不合适的 都真的希望不要勉强去参赛 对自己也有保障 可能对身边人也有保障 大会今次也都强调不希望活动加入政治元素 如果有跑手着有政治性的服饰 会被取消资格 田总也都保留权利 限制相关人士日后参加田总的赛事 因应赛事 港九新界多区星期六晚 11点半开始逐步封路 受影响的包括东区走廊 西九龙公路 青马大桥等等 到星期日下午大约1点半陆续解封 云术署说星期日有8条港铁线将会提早开出 另外设有28条特别巴士路线 方便参赛者去起点 云术署说多个地方会比较测试 呼吁驾驶人士避免开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 母线电视记者蓝君瑞报道 国内首条跨海高铁福夏铁路 近日进入静态业收阶段 意味主体和配套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福夏铁路连接福州和厦门两地 全场超过277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铁路部门将分别检查路基隧道等多的项目 确保工程案设计完成 系统设备亦都完成安装和调整 当局预计4月会进入联调联市阶段 今年内具备全线开通营运的条件 而当福夏高铁正式通车之后 两地将会建立一小时生活圈 推动长三角大湾区 完善城市互联互通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北京近年大力鼓励民众转用新能源汽车 但充电问题始终是不少司机面对的烦恼 驻北京记者陈卓康去看国 电动车在北京渐渐成为主流 不少停车场都有充电站 即是内地叫的充电桩 好像这个公园隔离的停车场就有20个 不过在午饭时间来要等10分钟 有些充电位更加有非电动车停泊 终于轮到赵女士的车充电 她是用手机付钱 但是试了很久都不成功 原来不是她用开那款充电程式 在北京驾驶电动车有不少优惠 包括繁忙时间不限行 出车牌不用抽签 免收车辆够自税 车架更加获国家和市政府双重补贴 赵女士表明正是因为这些优惠 才转开电动车 不过就有不少烦恼 早的话早说你要找一个充电桩 她那个充电桩也没说就职工她自己 但是你是进不了她的大门的 对我们外面的普通人来说 根本就没用 像我们来这边充电的话 她要收停车费 那这儿停车费可贵了 余先生两个月之前 以39万人民币买了一架国产品牌电动车 她说在智能系统 价钱稳定性等方面 电动车都比汽油车优胜 每天上班银20公里 首选电动车代步 在未来如果每一个小区 公共停车场都有充电桩的话 可能就会比现在更便利 像现在老旧小区 是无法安装充电桩的 不过她说天气是电动车 在北方普及的一大挑战 因为低温会削弱电池的效能 去偏远的地方或者跨省 特别不方便 像高速上比如说很远很远 有一个充电的服务站 但是也有这个充电枪是坏的 电动车到冬天 它的续航旅程可能大概是五折到七折 北京当局的目标是 在2025年之前 建多40万个充电桩 实现在平原地区 半径三公里范围内 都会找到汽车充电设施 无视电视驻北京记者陈聚康武道 在北京外交部说 柬埔寨首相洪森 中国在星期四正式访问中国三日 下方是春节之后 第一位接待的外国领导人 洪森首相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 访问期间 中国领导人将分别同洪森首相 举行会见会谈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今年是中简建交65周年和中简友好年 中方期待以此坊为契机 推动中简命运共同体建设 取得更大发展 让中简友好代代相传 英国医务人员发起大规模罢工 数以万计全国各地的护士和救护员 参与星期一的工业行动 要求今年加薪 公会形容 今次是国民保健署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 护士公会说 罢工期间 紧急和癌症治疗服务会继续 不过部分预约手术需要延期 至于救护服务 只会处理最紧急求助 英国商业大臣夏博斯批评 罢工是将生命置于危险中 联合公会之前一日再次呼吁 首相新委成重设谈判却 不过政府早前说 正是就明年的加薪方案搜集数据 预计4月有结果